吴可熙演绎外籍性侵受害者心理 戏经吴可熙,正人硕同台标记,继冰毒饰演缅甸农副后,吴可熙在公式学生剧展天台上的魔术师再次挑战外籍角色,演出泰国籍在台看护,每天上戏前要化一小时的妆把自己喷黑之外。 会呈现泰国腔的国语,在一个月内练到连早餐店老板都误会他是外国移工,正人硕则是发挥拼命精神,戏中金针上阵被吴可熙拿花盆砸,还有自掌嘴巴等机动信码,让他杀青时都还拿住冰水冰敷被自己打肿,大红的脸,十分敬业。 该戏将于8分之4周日晚间11点30公式首播。 天台上的魔术师由鼓励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教授廖新凤制作,是马晓辉自编自导作品。 来自大陆在台研究电影的马晓辉表示,大学时就完成此剧本雏形,直到来台发现特殊的外籍看护现象,才将女主角更具象地设定为外来者身份,一方面也映照了自己当时的处境与心情。 谈起选角,马晓辉认为,正人术和吴可锡实属一时之选,本想过看护阿盈要找真正的外籍素人看护演出,但考量角色重点是一位受过性侵伤害的女孩,承载剧情的重要转折,必须要有非常扎实的表演基础,而吴可锡得加入说服了所有人。 特别是事前培训,吴可锡除了认真讨论剧本,学习泰国腔的国语,还特意去辅导的阿摩家与外籍看护学看护技巧,练到最后讲话还被早餐店老板误会是外国人,看护手法也被阿摩夸奖比专业的还熟练。 马晓辉说,最初从川流之岛,最,生梦死认识郑人术的表演,认为他是一位可塑性极高的演员,最后郑人术也将飞龙这个角色诠释得更灵活,可爱。 郑人术剧中饰演地匹角色飞龙,跟吴可锡有许多情绪饱满的对手戏,拍摄期无论是吃东西的尽头吃到要趁空挡去催吐,到被打,被花盆丢等危险片段,都拼命做到最好,连导演都看得揪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